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们开始今天我们的信息 我们先有个祷告 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 是何等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聚集 主啊,我们知道在如今的日子里面 主啊,我们每一个家都面对各样的挑战 主啊,在这个外面 瘟疫仍然横行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知道你是那位 可以让我们依靠信赖的 主啊,你是在那个洪水泛滥的时候 你仍然坐着为王的那一位 主啊,就今天就把你自己的话语 你再次向我们敞开 与我们众弟兄姊妹们同在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想从政府因为疫情的原因 让我们强制隔离政策以来 到如今我们已经有大约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在这个四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必须省的疫情已经是控制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前面政府是如何的做 他们政策是什么 我们还不是非常的明朗 所以我们实在是希望 主为我们开一条路 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早一点 我们在会所里面 大家在神的面前一同聚集 在这个疫情隔离的日子里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都面对着很大的冲击 我们面对着各样的改变 有的改变 我相信是好的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这些改变都是负面的 它对我们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我们人生的道路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 我们对自己的生命 我们都有一个反思 我们更深地体会到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生命的当中 什么是最重要的 在前段时间 我看到一个中国的新闻 就是讲在中国封城的政策 解封以后 很多的夫妻 跑到这个婚姻的注册的地方 去离婚 因为在这个隔离的期间 他们发现 每个人他们自己的矛盾 自己的生活的习惯 都完全地曝露出来 他们以往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 没有能够每一天都在一起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矛盾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人的爱是如此的脆弱 如果我们只是靠着人的爱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很多时候在外面冲击来的时候 我们好像都是不堪一击的 我们感谢神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神在中间做我们的头 主要我们知道 在那个爱的基础上 在主耶稣的爱的基础上 我们的家庭是才能够更加的稳固 因为我们都是建立在 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的上面 所以这个特殊的时期 我想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 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的家庭中 要面对各样的难处 我们需要在爱的里面 能够真的寻找一个出路 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 和弟兄姊妹们再次分享神的爱 以及在神的爱中的几个操练 我们先请读一段圣经 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 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再读一遍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里第一句讲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 也知道 也信 这里讲 神爱我们的心 在原文和英文中的翻译 都是神对我们的爱 就是说 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相信 知道 当然是知识层面的 相信呢 就是讲我们有信心 我们在我们的信心里面 我们有一个选择 当我们回想 当我们听到 神爱世人 甚至讲他的毒生子赐给他们 就有一些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对永生的时候 我们相信 就得到了 这个救恩 我们相信 就得到了 这个永生 当我们听到 在罗马书里面讲 为一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感为的 为有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我们就更加明白 神的爱 和人的爱 他们的区别 在哪里 但很多的时候 知识 不一定成为 我们的信心 当然我们 要有知识 要了解很多 我们对于神的认识 知识方面 不可缺少 但更重要的是 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我们要有体现 而且我们的信心 有不同的层次 我想当我们 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事情 我们常常就想 如果神 让这件事成了 我就信 当我们信了 主一段事件以后 我们很多时候 遇到事情 我们就会想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主帮助我 把那件事成就了 主帮助我 把这件事也成就了 那么我现在这件事 我相信 神也能够成就 但当我们的信心 又上了一个台阶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事情 我们可能就 完全的不同的感觉 因为觉得我们纵然 我们手上的事 没有成就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 神给我们预备 是最好的 我想在单一里书的 第三章 有记载 单一里的三个朋友的故事 所以我们 弟兄姊妹妹 非常熟悉 当尼布贾尼撒王 立了一个金像 要求所有人 向那个金像 下拜的时候 这个三个 单一里的三个朋友 他们不拜这个金像 所以尼布贾尼撒王 就警告他们说 你若不拜 你就立时把你们 扔到烈火的窑中 当时这三个朋友 对尼布贾尼撒王说 这件事 我们不必回答你 即便如此 换句话说 即使你把我们 扔到了火窑的里面 我们所侍奉的神 仍然我们 可以把从烈火的窑中 把我们救出来 王啊 他也必救我们 脱离你的手 但是更宝贵的 是在这句话之后 他讲了一句 既或不然 就是说 即使我们侍奉了神 没有救我们 他讲 王啊 你当知道 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敬拜 你所立的金像 这个 是在真正的信心 这是 我们在神里面 信心的榜样 我们知道 我们也相信 神爱我们 我们相信 神所怀的意念 都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当我们面对 生命中 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这个 确信 这是神 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 对我们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的 信心稳固了 我们就不会跌倒 即使 我们跌倒了 我们也会 很快地站起来 这里的第二句话讲 神就是爱 我想这是约翰 对于神的 爱的最高的定义 我们知道 圣经里面 新约是用希腊文 所写的 对我们中文来讲 爱这一个字 在希腊文中 有四个不同的字 第一个字呢 就是Eros Eros 讲的是指肉体的爱 在英文里的 Erotic 这种好色 情色的这个词 它是从Eros来的 所以它Eros 很明显 是一个自己享受的爱 不是一个给予的爱 要在这个Eros 别人的享受的时候 满足自己的私欲 所以这是肉体的 感官上的一种情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没有用到这个词 那么第二个爱呢 它叫Storage 这个希腊文里面 它只是亲情 就讲我们家人之爱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妈妈 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爱自己的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相爱 那么第三种爱呢 就是Philio Philio指的是一种 非常强烈的一个感情 换句话说 它指的是在超越了 肉体的在精神领域里的 关系或者友谊 是在没有神的情况下 人所能够付出的 达到的爱的最高的层次 那么第四种爱 那就是Agape 这种爱就是指神的爱 神的爱和人的爱 不同的最关键点 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 当我们知道 神说圣经上讲 说神爱是人的时候 它指的就是这样的爱 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它世界上所有的人 它爱所有的人 这是神的爱 Agape的爱是给予的爱 它永远是把自己的 完全给出去 它是让别人得益处 它不是要从这个关系里面 自己的好处 我想我们主耶稣 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 里面没有一点 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他为了我们罪的原因 付上这个罪的赎架 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留学舍命 把永远的生命带给我们 所以我想这个是 Agape的爱 它的方式 是完全牺牲自己的 它从来不会考虑 好像我付出了多少 它永远不会羞辱对方 永远不会说 我要从对方那里 一定要得到什么 它宁肯自己受伤 也不会伤害对方 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这是圣经里面 绝大多数的时候 所用的爱 所用的爱 都是指的Agape的爱 这个爱是神对爱的要求 这个爱 是神的爱的高度 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是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有这样的爱 是才能够 主耶稣才能够为我们成就了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 也因为这样的爱 它吸引了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它的面前 因为我们愿意 心甘情愿地跟随它 我们愿意 因为我们有一位主 祂是无条件地爱我们 祂把所有的 为我们都付上 为了我们 把我们救出来 所以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想当我们读这些爱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可能很惭愧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看到了这个爱 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爱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上面 往往我们跟不上去 我们够不上这个高度 我们行不出来这个爱的标准 但是感谢神 我们的情况 神都知道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中 主耶稣和彼得的对话 清楚地把这个显明出来 我想在那个时候 主耶稣第一次问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的时候 他用的爱是阿嘎培 彼得回答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他用的爱是非流 耶稣第二次问彼得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这个爱用的还是阿嘎培 彼得说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这个爱用的是非流 当第三次 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这个爱用的是非流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他的回答仍然是非流 头两次 我们的主用的爱的标准 是阿嘎培的爱的高度 到了第三次 他用的非流的高度 是不是我们主耶稣 降低了他自己的标准呢 我想不是的 因为我想是主耶稣 提取彼得的软弱 主耶稣提取我们每个人的软弱 因为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主曾凡事受过试探 他也有软弱 但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所以因着他在那个软弱的里面 曾经经过了 他能体谅我们所有的软弱 当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三次地问彼得 你爱我们的时候 彼得三次用非流流的爱 来回答主耶稣 主耶稣依然每一次 都是把托付交给彼得说 你牧养我的养 我想主耶稣接受了彼得 在那个时候 非流流的爱 他也一定知道 当彼得牧养群羊的时候 当他作为一个牧者的时候 他能够经过这个牧养的工作 他可以达到那个神所预期的 阿嘎皮的爱的高度 下面我们来到第三句话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在约翰一书中 有四次谈到 我们住在神里面 其他的山处 是三章二十四节 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四章十三节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四章十五节 凡任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遵守父神命令的 任耶稣为神儿子的 跟从圣灵带领的 以及住在爱里的 这四点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我们里面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所行的 我们都会说 我们是不是行在 神的心意的里面 我们凡是 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里讲到 我们有父子灵 以及住在爱总 我们有 当我们遵守父神的命令 当我们认主耶稣 为神的儿子 我们听从主耶稣的话 当我们跟从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 神也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所分享的 还是彻纵在 我们住在爱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真正地知道 我们相信神的爱的人 我想我们绝对不会 轻易地离开神的爱 我们要在这个神的爱中 源源不断地得到神的供应 我们分享 我们享受主耶稣 这份爱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交在主耶稣书的手里面 他神自己做我们生命的 一个中心的部分 反而我们的里面 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 我们在外面所行的 必然会流露出来 我们也必然会彰显神的爱 所以我们讲 住在爱里的神 我们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接着在约翰一书里讲 在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惧怕惧怕出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在爱里 爱里未得完全 非常宝贵的一句话 刑法 当然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有一个审判和刑法 那里面讲惧怕里含着刑法 只说我们怕的时候 因为我们怕等到那个刑法 但是那个怕呢 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换句话说 还没有等到那个刑法 真正的刑法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有惧怕的感觉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刑法 所以我们神的儿女 我们在神的爱中 我们不应当有惧怕 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当你惧怕的时候 我们在爱里未得完全 是因为我们 没有真正明白神的爱 因为我们 如果我们住在神的爱的里面 我们让神的生命 完全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 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 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 我们这个担忧是暂时的 主啊 我们忧虑是暂时的 我们的惧怕 可能有短暂的惧怕 但主的爱 让我们在这种惧怕中 脱离这个惧怕 让我们知道 在这个神的爱的里面 我们当得到这个完全的时候 我们生命里面 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我想住在神的爱中 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住在神的爱中 我们就可以真的是 让我们住在神的里面 我们在各样的压力的里面 我们在各样的难处里面 我们可以真正地面对 在撒尔摩尔记下 和历代之上 都记载了大卫的一件事 在大卫 在那里记载说 大卫赎典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大卫赎典百姓以后 就心中自责 他说 祷告耶和华说 我行这事 大有罪了 他求主说 求神 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所以当大卫早上起来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临到了先知加德 所以加德 耶和华告诉加德说 我有三样灾 你可以随他去选一样 我好降于你 所以加德来到大卫的面前 告诉说 大卫说 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 你还是愿意在敌人的面前逃跑 被追赶三个月呢 还是你要在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 你要揣摩思想 这样我好回去 回复那才我来的 我想大卫的回复实在是宝贵 他说我甚为难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圣经里讲 大卫是符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这个回答 我们真的是知道 他懂神的心 他完全地信靠神 他在神的爱里面 他心甘情愿 完全放在神的手里面 他知道他自己犯了罪 但是他要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中 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 因为大卫相信神有丰盛的怜悯 果不其然 当灭命的天使向耶路撒冷伸出手的时候 耶和华后悔 所以他不降这个灾了 对那个天使讲 够了 住手吧 这是何等一个 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故事 当我们心靠我们主的时候 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放在神的爱的手中的时候 他管教我们 他更怜悯我们 住在神的爱中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觉到 这是一种状态 这里使用的是动词 住 我想在爱的状态的里面 要有动作 换句话说 我们不仅要知道 我们要相信 而且我们要在爱中 我们有操练 我们要有建造 不可会言 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世界 我们在这个生活的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需要 我们有不同的压力 我们要面对各样的挑战 如果让我们 生根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这个感觉 好像这个缝隙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 神真正地赐予我们 从他那里来的力量 让他的真的爱 用他从那里来的力量 能够重塑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 有限的生命里面 能够活出神的爱来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有一个极致的光彩 所以我们想到 在爱的操练方面 在格林多前书的十三章 爱的真谛 就是一个最好的指引 因为我们知道 在爱的真谛里面 有很多的动作的指引 换句话说 他用了很多的动词 而且在动词里面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 我们有操练 爱的真谛是这样讲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这里面讲到对自己 讲到八个不 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在爱中对别人的 要做到四个凡事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想我们真的是 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再轻言 自己懂得爱 因为我们是到 发现这个爱的 这个真谛的里面 像一个命令一样 没有一个词说 要别人如何如何 每一个词都是讲 我们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我们凡事要这样 凡事要这样 这所有的都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都是要求我们自己做到某一点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 当我们神把神的爱这个题目给我的时候 我想一方面是让我们温习神的爱到底是什么 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让他神愿他所爱的儿女们 在我们在爱的学习中要有操练 生命有一同成长 当然我们知道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不可能就着爱的真谛 每一点我们都有分享 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个时间 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就着八个部中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和四个凡事 我们一同来学习 如何在一种操练 我们先看 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讲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照旧人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来要求别人的益处 当然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 当保罗讲到这段话的时候 是因为针对着哥林多教会 当时有一个问题 就是吃既偶像的物 是可不可以的 保罗说 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吃 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 既偶像的物也算不得什么 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神创造 世上所卖的 我们只管吃 不要因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地上所产的 都是我们的主所创造的 都是属于主的 所以对我们这个选择来讲 我们可以凡事都可行 我们吃什么都没有关系 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自由 我们自由是凡事都可行 但是有一个原则 保罗说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考虑的 不是说我们自己的自由 不是说撤纵我们凡事都可行 而是说别人会不会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而跌倒 所以如果旁边有人对你说 这个是既偶像之物 那么我们就不要吃了 如果旁边有一位信心软弱的 知道这个是既偶像的物 对这件事是非常的敏感的 那么我们就不要吃了 因为吃或不吃 不在我们 而在我们这样做 对别人是如何的影响 在后面的经文里 保罗讲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求自己的益处 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生命的 每一天的生活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想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 所以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如果从对人来讲 我们是让别人得益处 我们不让别人跌倒 对于对神的方面来讲 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荣耀神 所以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为了荣神一人 讲到四个凡事 其中的凡事包容和凡事忍耐 与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凡事相信和凡事盼望 不仅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 而且跟我们将来 所有的事情都有关 所以讲到包容 我想我们刚刚过去的 加拿大的国庆节 在社交的媒体上面 有很多的人留下很多的感言 因为他们都感慨 加拿大实在是一个友好的国家 因为它非常的包容 当我们这些外面移民来的人 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 他们非常包容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 很快的我们可以站稳脚跟 适应这里的生活 作为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一个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气度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如果这个国家 它不允许任何的声音 一样的声音 它听不得任何的批评 我想这个国家也没有未来 作为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 我们能不能听进去不同的声音 容得下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我们包容性有多大 就直接地影响了我们与人的交往 直接地影响了我们在各样的服事 当然我所指的包容 是指在一个国度里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是指在对基本的真理的认知一致的基础上 我们有不同的理解和看见 在哥罗西书中讲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 在我们夫妻之间 在我们家庭的各样的关系当中 我们要常常思想 我们能不能理解和包容 因为在我们的眼中 可能我们有预先 有一个我们预定的一个想法 实际上在我们的眼中 已经有了两目 所以我们真的是 向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 如果任何的时候 我们要首先想到自己眼中 是不是有粮目 是不是有刺 我们要除去自己眼中的粮目 我们才能够看清楚 去掉弟兄眼中的刺 讲到忍耐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学习基督的忍耐 主耶稣忍耐 忍耐出卖他的犹大 即使到了最后的关头的时候 当他为每一个他的门徒 洗脚的时候 他仍然为犹大洗脚 他忍耐到最后一刻 期待着犹大能够转回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在主耶稣的面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主耶稣是一眼就看出 我们的心思是什么样的 但他忍耐到底 在罗马书里讲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忌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 神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现实所犯的罪 他盼望 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 神让我们学习忍耐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这是我们很多时候 甚至我们在生气争吵的时候 我们讲的一句话 那就是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那么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忍不住的时候 那就爆发了 我想在美国 road rage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在路上两个车 因为有很多的堵车 交通堵塞的问题 以及有的时候 有些个别的车开车 很不守规矩 那么就激起了一个愤怒 有的时候你看到 在路上有两辆车 就纠缠在一起 他们撞来撞去 就像两个人在路上打架一样 因为他忍不住那个愤怒 而且又更极端的 当他从车里面下来 拿着枪就把对方打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不能忍耐的时候 这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 所有的这些 对我们真正的伤害 并不是特别的大 大多数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与我们不相干的人 他们在外面不相干的人 很少能够真正 很深地伤害到我们 我们真正学习忍耐功课的 都是与我们关系亲切亲密的人 换句话说可以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 我们要学习忍耐 我们是神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帮我们聚集在一起 因为神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家里面 学习我们如何做肢体 我们如何地在一个身体里面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学习包容 学习忍耐 学习彼此顺服 所以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忍耐的当中 在包容的当中 我们彼此造就 我们的生命的长进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学习忍耐最好的场所 就是我们的家里面 因为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无处可以躲藏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不分早晚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所有的缺点和不足 都不能隐藏 我们夫妻在一起 可能三十年 可能五十年 可能六十年 在中间 我们一起 要学多少的功课要学 但是感谢神 好像我们 凡事有点忍耐的时候 好像在忍耐的当中 我们受苦 但是我们在 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爱 让我们在彼此的生命里面 我们得建造 让我们这个家 成为一个爱神的家 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来 让他的荣耀 能够彰显在 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面 下面讲到 凡事相信 当然对于神像 我们人所启示的 一切的话语 我们应当是完全相信的 我们应当是 毫无质疑地相信 在很多的时候 很多话语 我们觉得超出了 我们理解的范围 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高度 我们仍然要相信接受 因为我们相信 有一天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当我们和他 面对面的日子 我们一切都明白了 所以我们相信 在我们现今的日子里面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纵然我们是失信的 神是永远 不会改变的那一位 他仍然是可信的 所以他给我们的应许 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对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 当然我讲的 凡事相信 并不是指我们荒谬到一个地步 我们没有了 对于相信的事 我们没有任何的分辨 我们把错没有当作真理来相信 我们讲凡事相信 是讲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 对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倾向于 用一个最好的可能 解释他人的举动 以一个最好的动机 来归于他人 换句话说 我们期待着 我们看到他所做的时候 我们觉得他是所有的 是一个出于好的动机 他所有的是一个最好的可能 去来相信 那么讲到凡事盼望 我想我们所盼望的 毕竟是现在还没有成就的事情 当然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已经看到的事情 我们不用再去盼望 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就是在我们所有的黑暗当中 就是不管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情绪 我们外面的环境 多么的不好 我们仍然要相信 我们仍然要盼望 我们相信 神是信实的那一位 他所有叫我们经过的事态 他毕竟经过他的手凉过 当我们经过事态的时候 他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路 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盼望不至于羞耻 信靠耶和华的 必不至羞愧 神必不会让他 信靠他的人羞愧 我们感谢神 他把这样的应许给了我们 弟兄姊妹 在爱的真谛的最后 讲到爱的果效 一句话 爱是永不止息 原文是讲爱是不会弱化 或者是丧失 就是一切的东西都会停止 但是爱会继续长存 我们知道 在哥林多前书里 讲到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 是接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属灵的恩赐的 在十二章的末了 他讲到 保罗讲到 你们要窃窃地求那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这道就是爱 我们所知道的有限 我们所讲的有限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他把我们带到他国度的里面 进到这个新天新地的里面 所有的恩赐 再没有用武之地 一切的恩赐 都归于无有 但有无一样是永存的 这就是爱 英文中有版本 把这句话翻译成 爱是永不会失败 神的爱 绝对不会拒绝别人 神的爱 绝对不会抛弃任何人 我们祷告相信 神不会拒绝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 他的爱 也绝不会失败 神不会让我们的 他对我们的爱走向终结 他的爱 永远不会离弃我们 感谢神 他从来不会抛弃任何人 哪怕我们已经远离他了 他的爱 一直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也许我们还在 我们自己的固执里面 在我们的骄傲里面 也许我们可能已经疲倦了 也许我们日子太苦了 也许甚至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 失去了生命的力量 但主的爱不会放手 我们相信 他的爱会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他会让我们的生命 过得更加的丰满 让我们的日子 更加的明利 我们就放心地 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他爱的手中 他必被我们 负了全部的责任 我想来到最信息的末了 我愿意借着诗歌本宗 一百八十一首 这首诗歌 我和弟兄姊妹们共勉 一百八十一首是讲 你这不肯放我的爱 你这不肯放我的爱 疲倦的我今夕于你 我将余生还你若在 好使他在 你这深海 能以更为丰益 你这照耀我路的光 我将残灯带来教你 我心还你所借火亮 他的日子 借你太阳 就更为明利 你这用苦 寻我之乐 我心向你不能怨对 鲍鱼乃是彩虹之辙 你的应许你必负责 转瞬便无眼泪 你这是我抬头之架 我不敢求与你相立 我的荣耀我已葬下 祭祠长出生命红花 永远开放不已 愿主嘉天我们每一位 弟兄姊妹爱他的心 也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心 能够挣扎 愿神祝福他的儿女们 好我们一同又祷告 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 有这样的时间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一同又学习 主啊实在是惭愧 主啊你的爱是那样的丰富 主啊真的是我们只能 只说出一二来 主啊但愿你自己 对你的儿女的心的深处说话 用你的爱拖住你的儿女们 在各样难处中 在各样的难处黑暗中间的 主啊你用你的爱 把他们拉出来 主你用你的手 扶持我们走前面的每一步路 愿你带领我们 祝福我们 感谢赞美主 祷告封足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丁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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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